这个河 河色的河 我觉得最难写的字就是上下两个方框 唱歌的唱 或者是西属的属纳族的那一边 或者是昌盛的昌 我觉得那个两个 还有我们不是常常把那个日木 淡水木色的那个木也写不好吗 因为里面也是有两个方框 那正好我们还好这个有铁 看一下 你看这个点 要很饱满 这个它有稍微进来一点 它进来一点的作用 这应该有两点它写成一点 有可能是结构的关系 所以要把它下左边一点点的关系 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比较轻松一点 空间比较宽松一点 再来不会堵到右手边 它用的是点有没有 那你这笔过去以后 你可以另外写下一笔 你也可以连着写 那你这边要注意 那你这边要注意 就是说 你写这一个横画的时候 写这个横画的时候 跟上面那个日或者约 空间是差不多有 好 再来一个中的看到有多短 下面比上面短 顶多你上下一样就变成三段 而且那左右还蛮宽的 我的铁上好像还没有写到那么快 而且它很妙的就是说 上面稍微粗一点 下面稍微细一点 下面这个书 你注意看哦 它下面那个 呃 有很多脚都没有贴上 嗯 这个横画不要太长 最长的在下面 有没有感觉到它有点形酥的味道 你这点稍微点下面 上面那一笔比较有空间 可以决定要下哪里 那么不再按摆